新流感的服用程度就是斑 只有斑这个日子可以刷免 当初说上近三个月可以服用 现在已经半年了 上主要原因出席扫兵家庭 在政府这边他有做免费的提供 但是他一样就是必须要通过检测之后 再依照各房治所登记的数量 先后顺序下去做安排 那一旦有一支检测不通过 有可能会面临到全批要做销毁 没人通过可以开始服用减车 都是自己去买鸡车回家做少免质的 民间市买高免质 我来排风行比较高 可是速度可能比较快一点点 那要用动物来排的话 风行比较低可能速度比较慢 虽然可以服用 但是没人鸡车和鸡车都很少 所以也要排队单台 到底好时可以服用成功 没人知道 但是已经半年没收入 就有减车选到先刺啊 所以你第一批是 先防命弯压 先养鸭就对了 这段效用的路已经走半年了 减车也希望政府有完成的进车 因为半年没薪水的日记真的做迫过 但我他的配套措施 要整套的啦 不是要半套的啦 你不是说这个太太就耍拉扁 不管哪里听到我 协会业提亲业者 政府有很多規定 一定要尊秀 现在目前的政府的政策是 这段路真的不好走 幸运的业者 能够更快来服用 这颜色的蛋白扫兵加钱的业者 服用的路途 也不再要等到好时 这些国家品彩虹不得